为了推动原住民族随时记忆文化活动也透过各项文化活动展现 凝聚族人情感及互助合作资源共享精神 新城乡公所团队和全乡的原住民乡亲 在新城国中举办了原住民族传统体育竞技运动会 和族人们一起同乐 新城乡公所上午在新城国中运动场办理原住民族传统竞技运动会 现场规定有立委傅庚奇 立委成云服务处主任陆彦林县府原民处副处长独顾撒韵 县远李正文卓军有迪布斯以赖 而选手们分别来自乡内部落族群的青壮男女选手参加 相当和一台感谢前来共产胜举的贵宾 以及这次参赛的部落主任们对这次的赛事推动以支持 摆脱几个月新冠病的阴霾 让大家平安健康相聚在这里 是件非常幸福的事 现场务所团队在这次运动会设定了许多轻松有趣的项目 希望中运能够一起来同乐 我今天非常的感动 除了中午回去稍微休息息很少以后 我马上就感觉 就这样来看下午八百公尺的接力上 早上所有的七位军赛 一百公尺的军赛 我从头到尾都看 我内心非常的感动 看到我们的族群团 团队的精神 体育的精神 尤其更是令我感动的就是 各位圣不交败不能的精神 我到部落去跟各位打扎呼的时候 很多的主人跟乡长讲 我们都自在参加 自在参加是代表什么 我们公所所办的任何的活动 所有的主人 全部都给我们参加 我表达感知之意好不好 再来大家我感动了 各位的竞赛的精神 遵守的自信 听从裁判的主事 以及各方面的表现 除为我们地方表帅 设计活动并且分别为 老 中 亲 学子 幼童等参与 也有云中美各项传统竞技比赛 大家可以说是玩得相当快乐 加州的八百公司比赛 可以说是相当的精彩 经过疫情的竞赛 由布农布洛获得第一名和精神总锦标 可以说是最大的赢家 现在下转和一台以上部落主任们 相约明年见 记得喜欢新南小报道